我们将会做的就是将三个桌子混合在一起 我们之前见到我们做bookkeeping 有expense 又有income 又有fund transfer 其实我们就有六个桌子要混合 其实也挺复杂的 所以在这条片里我将会示范给你看 如何将三个桌子混合在一起 在做这件事之前其实我们就要判断一些东西 例如一个桌子我就要判断了它 即是在桌子里我就要加一个最号 你见到12345678 这里我其实就不详细解释 因为我到做accounting的时候就会告诉你 这个桌子你就可以在description下面 你可以找回GitHub的连续去下载 那你见到这里有个minimum expense which is 1 由1开始 maximum 是5 min max 这些基本东西之前说过 income 就由6开始 为什么要这样拼呢 因为我会加加减减的 譬如我right click 在这里判断了它 那我的income是不是少了一个 我由原本6-14变成6-13 对不对 而14就移动了到bank的第一个桌子 Ctrl C 那我换回14出来 lookup from table有些颜色 我纯粹给你看 我在哪个桌子找出来的 譬如我可以找回Item 7 或者Item 9 这样 我抽过来 那我把它改成Item 5 whatever 这里呢 改成Item 5 想Item 5应该在Income那里找的嘛 对不对 那你就见到这里有一堆东西 其实我现在就拔掉它了 其实要做的东西呢 就是用Ifs去做的 但譬如我示范用Excel 2016的方法 做给你们看 譬如reference 我通常呢 都会create一个table先的 Ctrl T as headers 但刚才我不是用Rows i20 Block colon i20 这样的 但其实我的maximum只有21 我就去回formula Shift N Ctrl X 剪掉它出来先 那我就 If i20 which是我第一个Cell 对不对 但其实我就因为在这个table里面 它就不会出i20 它就会出add reference 意思就是说 cursor指着那个Cell 它就会add那个column name If这个大个maximum of我最后的table which is bank 你看到这里 max Bak 因为我之前name了这个Cell OK 那你download的时候 就会load出来的 如果不然呢 你就要打M10 跟着15 跟着F4 锁住 我喜欢name了它 因为我会用得回 如果我大个拒绝呢 comma double code 一个dash 就是我不出东西 否则如果我不是大个21 我就 Ctrl V 刚才我roll的那个动作 3个好 这为什么不行呢 Alt Enter 如果不行我就打 Rolls 接着I 20 F4 锁住 Colon I 20 Close Alt Enter Close 回个if 它有可能呢 是不喜欢我用add reference sorry 应该是这样 用回这个Ctrl C 这个roll 下去1 2 3 4 5 6 7 8 这样roll下去 如果它比maxback 这个21的 它就出dash 之后 它就这样 帮我roll下去 好了 那你又会见到这样 来到大个21 它就不会给我出number了 那Column 这里又怎样呢 if 如果我这个cell 是大个等于1 记住 and 这一个concurrence 的column 的reference 是大个等于minimum of 1 就是这里 which is 我之前调了个名字 min xp and 这一个ref 是小过 等于 maximum 5 这里 就是这里 单猜好 看着 哎 sorry 在这里 shift and 这里 灰色这个部分 and 包住里面这两个condition 成立呢 我就出expense 为何我用double code expense 因为我之前 name了 但我 close 了个先 show给你们看 Ctrl F3 因为我已经有一个table 叫做expense 这里 看到吗 expense which is 在这里 好了 我回到 J20 这里 我先拔回 因为我还没完 comma 我当时都会 alt enter 我将我上面这里 抄回 下来 Ctrl C Ctrl V 这个reference 大过minimum of income 和小过等于 maximum of income 我就会出income 因为这里 改进 income 你看到绿色那里 大过maximum of什么 income 它就会给我出 income 出来了 这个商固好里面 就是我 已经 defined 你可以用其他方法 store 在另一个cell 做就行 我这里 只不过简单 show给你看 就这样打个text 你其实可以千变万化 这里我就不高叠了 好了 我摘板 主要 left click 去 and 按shift and 是不是抄了 灰色这里 Ctrl C alt enter Ctrl V 好了 到了最后 bank 这里了 按照版转换 minimum of什么 BAK 橙色那里 和maximum BAK 蓝色这里 国河6这里 21 对不对 我就不是出income 我就是出bank 就是 按照版转换 但下面是否有na which其实我不想要na 那呢 放回一个 comma out enter 如果这个cell不是1234 是等于一个dash 我會選出dash單顧號 那我就會去到這樣 先做到這部分 因為下一條影片我會解釋一下 如何使用這些indirect是甚麼東西 好,先看一看